你的,不能为上帝服务和财神,耶稣,基督告诫他的门徒不参与不公正的财富,但他们必须寻求的纯粹的财富,赞美上帝。 耶稣说,谁,是忠实于什么是最少的是忠实也很多,以及他是谁,不公正是至少是不公正的也多了。 因此,如果你有,不是忠实在是罪恶的钱,谁将承诺你的,信任的真正的财富? 如果你不是忠实于什么是另一个人的,他们会给你什么是你自己,没有,仆人可以为两个主,要么他会恨这个,爱其他的,或者他将会是忠于一个和鄙视的,其他。 你不能服务于上帝和马门,路十六点十分至十三,教训,的,追求的捷径财富是不是邪恶的,但所追求的不洁的,财富是邪恶的。 因此,基督教徒必须不追求财富,牺牲的圣洁。 作为神的儿女,我们必须评估我们的,报复,而且我们必须确保,上帝的规则不是,到侵犯。 重要的是要注意,上帝让我们的记录,活动,并且他将适当地奖励我们在此生活,并在天堂,还。 祷告,哦,我的上帝,我想到的是富有,但我不想去地狱火。 帮助我,追求清的财富,并让我的荣誉,你用我的资源。 让我,利用我的财富来为您服务和满足其他人的需要。 不要让我受到惩罚,但让我以适当奖励在地球上,在天堂。 在耶稣基督的名让我的请求。 阿门。 阿门。